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這個0度C的冰 與100度C的水蒸氣 以2比1的這個質量比分 那這個冰質量我假設2m 這個水蒸氣質量我假設m 因為他質量是2比1 平衡以後 液態質量佔總質量的幾倍 平衡以後兩個溫度就一樣了 好我們現在假設 這個水它0度C的時候 0度C的時候 我假設它的熱含量也是0 那這樣的話冰 因為冰的融化熱的話 每公克需要吸收80卡的熱量 所以冰在0度C的時候 比那個水的熱含量少多少 1公克少多少 少80 那我們就用-80 負的意思就是說 比呢 0度C的水 就是1公克的冰 1公克0度C的冰 比1公克0度C的水 它熱含量少80 那我們定0度C的水是0的話 熱量是0的話 那麼0度C的冰每公克就是-80 好然後呢 好 然後呢這個 好 那現在 現在呢 0度C的水 我給它加1度C的話 需要吸收多少 需要吸收那個 1 乘以多少呢 乘以這個1度 0度C 那每公克 也就是說 它那個 1度C的水 每公克 是得1卡 那這樣的話呢 我給它加到呢 T度C的時候 假設它有質量M 我給它加到T度C的話 就MS 它乘以多少 乘以那個 增高的溫度 乘以T 因為我是從0度C算起的 也就是說T度C 它的這個 T度C 質量M 的這個什麼呢 水 它的熱含量有這麼多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開始算了 我們看 2M克 它的冰它熱含量多少 等於2M 那1公克 這個冰的熱含量是負80 乘以負80 這個是冰的熱含量 加上水蒸氣熱含量 水蒸氣熱含量我就從0度C開始給它加入 加到100度C的時候 需要C收多少熱量 需要C收M 乘以S S是E 乘以100度C 100度C 然後再從100度C開始加熱 開始加熱以後它就開始氣化了 那我們曉得 100度C的水它的氣化量 每公克是540 所以它要吸收多少 它要吸收M 乘以540 這個就是水蒸氣熱含量 好 那我們假設 最後全部會變成水 這個是假設 要可能呢 它的話呢 變成100度C 有一些是水蒸氣 那我們現在先假設它是變成水的話 如果它的溫度超過100度C的話 那代表 那代表呢 我們假設錯誤了 代表什麼呢 代表就是說 因為那個水的話到100度C就蒸發了 就在開始氣化了 除非你給它加壓 加壓的話呢 它的那個 會點會一直升高 那如果你沒有給它加壓的話 它100度C就會彈 好 我們假設呢 它全部變成水 那全部變成水的話呢 水的那個總值量就是 2m加m 就3m 3m 那這樣的話呢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看看 T算出來會點多少 T 算出來的話呢 等於是3m 那分多少呢 分之這個 640 640 減掉多少 180 這個多少呢 就是6 460 460 嗯 沒有 400 640 減掉160 826 這個是等於480 480 好 480m 這樣等於多少 等於160度C 那160度C 這個什麼意思呢 這個就是說 如果你給它加壓 加壓的話呢 不要讓它沸騰 不要讓它沸騰的話呢 它這個水喔 溫度會一直升高一直升高 升高到多少 升高到160度C 但事實上的話呢 我們沒有給它加壓 所以它100度C它又沸騰了 所以它有一些的話呢 會變成水蒸氣 有一些會變成水 然後溫度呢 是100度 好 那現在呢 我們這假設錯的話 那我呢 我們再呢 重新立一個方式 我們假設它有 X克的 100度C的水 它的含量呢 是100 每一公克 100 因為總值量3連 減掉了X 這是水蒸氣 水蒸氣的話 熱含量多少 它熱含量多少 它熱含量呢 每公克是這麼多 100 加540 就640 那加5X就可以算出來 好 那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 負的540 X 再加多少 3412 即 368 19 1920 所以這樣 X就等於多少 然後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我們剛剛算出來的多少 算出來是480 480M 640-160 480M 好 那這樣呢 我就可以得到 這個540 X 等於多少呢 嗯 移過去 這是M 這有M 1920 1920 1920 減掉480 這個等於多少呢 8 8 這8減4 是4 1440 哦 1440 那這樣的話 就可以消掉了 我除以6 6 914 622 61414 3329 3824 x 也就是說 x等於8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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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分之8M 3 3分之8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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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佔了9分之8 佔了9分之8 所以答案是9分之8 3分之8M 8M 5 1